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未修图曝光赵露丝身材,虎背熊腰引关注,网友建议管理体重。 最近,赵露丝参加了一场知名高端奢侈品牌的活动,活动现场的一组未经修饰的照片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些照片呈现了赵露丝未经修饰的真实身材状态,与之前经过精心修饰的照片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未修饰的照片中,赵露丝显得更加丰满,肩宽腰圆,充满了健康的肉感,这一点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称他为虎背熊腰,但也有人表示他似乎有些发胖。 许多粉丝都关心地呼吁赵露丝注意身材管理,尽快恢复最佳状态。 尽管赵露丝曾经承认喜欢使用美颜滤镜,但这次未经修饰照片的曝光使更多人意识到,即使是明星也难逃真实自我与公众审视的压力。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赵露丝展现出的风鱼身材是一种健康自然的美,无需一味追求纤细。 作为当红流量小花,赵露丝的每一个动向都备受关注,相信他会积极回应网友们的关心,以更好的形象示人。 与此同时,赵露丝还出席了在澳门举办的范思者酒店开业盛典,这个品牌是他代言的一家顶级奢侈品牌,这也标志着该品牌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活动现场流出的未经修饰的照片显示,赵露丝的真实身材状况暴露无遗,这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他的脸部轮廓显得丰满圆润,四肢线条并不纤细,尤其是穿着露杯裙时,可能由于裙子尺寸较紧致,使得背部和腰部的坠肉更加凸显,整体呈现出健康丰满的形象,而不是苗条。 这也促使许多网友呼吁他加强身材管理。 一些网友批评赵露丝的未经修饰照片与经过经修的照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一种照片的效果。 对此,赵露丝曾坦然回应,承认了使用美颜相机和匹图工具的习惯,并强调在现代社会中,修图几乎成了常态。 尽管赵露丝的经过修饰的照片可能存在美化成分,但他本身的身材依然有其独特之处,呈现出了风雨而不失美感的特点。 对于赵露丝的身材到底是胖是美,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赵露丝目前的人气非常高,适当洪流量担当,话题度极高。 在同一天,另一位明星赵露丝也出席了一场时尚活动,但在讨论热度方面,明显不及赵露丝。 赵露丝和赵露丝的亮相都令人惊艳,各自散发出美丽动人的魅力。 赵露丝出席赌王家族旗下范思哲酒店的开业盛典,这是一场豪华盛事,聚集了赌王家族的重要成员, 他们共同支持家族的商业宏图。 这个标志着奢侈生活方式的新地标,不仅展示了范思哲品牌的魅力, 也凸显了赌王家族深厚的产业基础。 赌王家族势力强大,各代人物齐聚一堂,其中超模出身的西梦瑶因其出众的身高和气质格外醒目,吸引了众多目光。 本文聚焦于赵露丝在活动中未经修饰的照片,通过这些真实影像,公众得以一亏他的真实身材状态。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赵露丝的身材呢? 他是否被过度修饰的照片误导,成为了所谓的照片呢? 赵露丝在澳门时尚活动上的惊艳亮相,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他穿着裸粉色的上衣搭配银色的短裙,妆容浓艳而抢眼,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他的穿着不仅展现了时尚品味,而且展现了他对于时尚潮流的敏锐捕捉能力。 赵露丝的出现让整个活动更加璀璨夺目,令人难以忘怀。 澳门时尚盛世,赵露丝裸粉银装登场,引发热议。 赵露丝在澳门时尚活动中惊艳登场,他以一身裸粉色裹胸上衣搭配银色短裙的穿搭引发了众人的瞩目。 这位时尚偶像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尤其是他浓郁的烟熏大装更是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3月23日,赵露丝出席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澳门时尚活动,他的穿着和造型成为了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天,他选择了一件裸粉色的裹胸上衣搭配一条银色短裙,加之烟熏大装的点缀,整体造型别具一格,彰显了他在时尚界的独特品味和风格。 对于赵露丝的这一造型,网友们褒贬不一。 一些人认为,他的烟熏大装有些过于浓重,与他甜美的形象有些不太搭配,而令一些人则觉得这种大胆的尝试展现了他的时尚态度和个性魅力,更加凸显了他的风采。 除了对妆容的评论外,网友们也对他的服装细节进行了热议。 一些人指出了他身材比例上的一些小缺陷,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并不影响整体的美感,反而使他更加具有个性和魅力。 赵露丝在这次澳门时尚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自信和大胆,以及对时尚的敏锐嗅觉,让他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的时尚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穿搭和妆容上,更体现在他那不断探索,勇于尝试的时尚态度中。 赵露丝在澳门时尚活动上的惊艳亮相,令人眼前一亮。 他穿着裸粉色上衣搭配银色短裙,妆容浓厚而引人注目,立刻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他的时尚选择展示了他对于服装搭配的独特见解和品味,而浓装更是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抹亮色。 赵露丝的出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也展示了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无疑是整个活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网友眼中的赵露丝,烟熏装翻车引发热议,形象巨变令人无语。 赵露丝是备受欢迎的女艺人,她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颜值备受认可。 尽管在23日的造型中她尝试了新的风格,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引起了热议。 然而,她生活中的身材匀称,人们期待着她未来能展现更多时尚搭配。 赵露丝是众多女孩钟爱的艺人之一,近年来她不断输出作品,逐渐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她的演技经历了从被怀疑到被认可的过程,其中的努力和学习是不可或缺的。 赵露丝的面容饱满而富有亲和力,面部轮廓流畅自然,表情生动多样。 她不论是出演古装还是现代剧,都展现出了很强的可塑性。 她的颜值特点包括饱满的面容,清晰的轮廓,大而圆的眼睛,高挺的鼻子, 可爱的嘴巴,白皙的肌肤,良好的身材比例以及亲和力和辨识度高的外貌。 她的颜值虽然并非惊艳,但却有着独特的魅力。 她的五官轻盈,特别是她标志性的桃花眼时常流露出笑意,让人感到愉悦。 她的鼻子高挺,十分出众。 她出演的角色也十分丰富,演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格, 她并不需要刻意卖萌,因为她本身的可爱已经十分吸引人了。 人们不仅关注她的影视作品,也关注她的日常生活。 然而,就在23日,她的造型却并未得到普遍好评。 抛开主观的美丑评价,我们来谈谈她当天的造型和妆容选择。 在那天的活动中,赵露丝选择了一套独特的搭配, 穿着浅色的抹胸上衣,搭配了一条亮色的半裙。 这种大胆的尝试展现了她对时尚的敏锐度和大胆的态度。 浅色抹胸上衣展现了她的优雅和女性魅力, 而亮色半裙则增添了整体造型的活力和亮点。 然而,上衣的颜色和肤色过于接近, 使得在强灯光下,整个上半身的衣服几乎看不见, 这让路人觉得这套造型并不舒服。 尽管面对着不利的灯光,赵露丝依然表现得坚强。 她选择了烟熏妆,这给人一种神秘而性感的感觉, 突出了她眼部轮廓和眼神的魅力。 然而,这样的妆容却使得她整个人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与她本人的形象不太符合。 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 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表达方式。 而在日常生活中,赵露丝的身材匀称, 加上她的个人魅力, 无论穿搭什么样的单品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新一代的年轻演员, 赵露丝无论是在日常穿搭还是活动中展现出了青春的活力和阳光, 让人们对她充满期待。 赵露丝这次的烟熏妆确实让人意外, 以往她的妆容总是精致动人, 但这一次却似乎出了点问题。 烟熏妆通常是一种能够突出眼部轮廓, 增加神秘感的化妆技巧, 然而在这次的造型中, 赵露丝的烟熏妆显得有些过分, 眼影的蕴染似乎过于浓重, 眉毛的处理也不够自然, 给人一种不太协调的感觉。 除了妆容之外, 最让人意外的是她近来的身材状态。 过去, 赵露丝一直以苗条的身材和优美的曲线著称, 但最近的一些照片显示, 她的身材似乎有些壮实, 失去了往日的纤细与曲线美, 这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讨论和质疑。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